好,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的第14局 目前大比分7比6,这是塞尔比首次领先 这局塞尔比和赵新彤都是拿到了10分 目前是赛大师在球权 左下方底带有宝球,带开球队 确实打薄了 这反倒是给赵新彤留下了一杆长台的机会 好球,刚才打进 安球打进以后,左下方底带还是有下球的 先要的右下底 这样绕两裤上来调粉球 粉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登起来 这根应该要左下底了 黑球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往下一蹬 右下方底带还可以再吃一颗 好,黑球一个向下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带到球队 应该是可以K到的,漂亮 K出来两颗 先吃一个右下底 黑球往上一蹬 把上方的这一颗也吃掉 你先三十七,台面五十九分 嗯,再吃一颗红球就超分了 打进可以调一杆咖啡 好球,反角度也是通进入弹 底裤的这两颗直接叫不到了 需要防守一杆 领先五十,台面四十三分 超了两杆斯诺克 漏球了,长台,厚了 漏球了,长台,厚了 这个没防住 直接高杆推下来 这个时候双方还是需要在防守上下一点功夫的 又是给到赵秦桐长台的机会 薄了 很可惜啊 本来这颗红球打进这局就结束了 这样给到了赛大师一个做球的机会 红球打跑,母球藏到本球后面 做上一杆 从右边一库来解 写道 看看 有漏球 先向上推起来吃一颗粉球 吃粉球的话超八分 两杆斯诺克盐粉 嗯 留一个角度 把红球打跑 母球往黑球后面藏 漂亮 桌上一杆 这杆房子很严实 没解到 发掉四分 还需要再做一杆 嗯 往咖啡球后面一藏 又是一杆高质量的斯诺克 赛大师做斯诺克确实厉害 糟糕了 还是没解到 漏中弹 这样的话分数就够了 可以清完台清完台去真黑 或者赛大师找机会再做一个 哎呦,切不到黑球 打粉球的话还是抄 赛大师着急的拍了一下大腿 嗯 粉球打进 继续来做斯诺克 刚好落后一分 这杆应该是够过的 篮球下方 好,带一点扎干 顺利解到 顺利解到 好,赛大师选择了进攻 绿球打跑 绿球打跑继续防 好,赛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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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比两个人的防守 看能看出来 确实是有差距的 这是给到了一个做球的角度 力度大了 还好 又是做上一杆漂亮的斯诺克 没解到 再次罚掉四分以后 这个场面上分数彻底够了 哇,常态没打进 哎,母球停到咖啡球后面 又是做上了一杆 这一杆有点狠了 这是连续斯诺克 让赵新彤吃饱的节奏 赵新彤解球已经罚掉12分了 解到 漏球了 有点要单局逆转的意思 我们看彩球剩下的都是活球 咖啡球叫的不到位啊 还有悬念 哎,直接防 终于是防漏了一杆 不容易 留了最长的一种长坛 看赵新彤的准度了 好球 太准了 好球 咖啡球打进 赵新彤依然是超分的状态 领先23 台面18 篮球打进 就没有算而比什么事了 差了一点点 好,双方继续纠缠防守 好,双方继续纠缠防守 当然,剩三颗球 赛大师想要做上一杆斯诺克就比较难了 当然,剩三颗球 赛大师想要做上一杆斯诺克就比较难了 好,又是留了长台的机会 好,又是留了长台的机会 好球 长台打进 这局赵新彤拿下了 直接翻 翻进翻不进 塞里选择认输 7比7 双方再次占平